很喜歡看那個 戀愛的漫畫 你幹 戀愛漫畫就兩次看 我蠻喜歡看那種戀愛的動畫 我最近在看那個日本有個實境節目 叫雙城公寓 我之前在看戀愛巴士啊 我現在在看雙城公寓 我喜歡看那種比較不要那麼刺激 就慢慢的看他們 突然戀愛的感覺 日本的動畫我喜歡看那種 校園的戀愛喜劇 或是戀愛的東西 我也看 日本的應該青春的那種 校園戀愛的我沒有再看過了 我最新看的那一部好像叫什麼 你不會看戀愛的喔? 我自己遇到很多學生都會看戀愛的 然後他們就說 看完那個戀愛的動畫之後 自己升上高中發現 怎麼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完日本的動畫 你會以為說 我升高中之後 可能會有這種情節發生 結果發現說 好像跟國中差不多 我記得以前很多女生 都以為都會看那種戀愛的漫畫 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了 怎麼老你媽啦 靠腰咧 我最近看到雙城公寓 他們在夏威夷 害我很想去夏威夷玩 大家都去那邊衝浪 可是我蠻怕水的耶 你知道嗎 我很怕水 我沒太敢讓水碰到我的臉 你知道嗎 我洗臉都很害怕 我洗臉都是這樣 我眼睛會閉超緊的 然後會閉氣這樣 這樣 我洗臉都這樣 我洗頭的時候 都一定要彎腰這樣 可是有些人會這樣洗嗎 我是到很後面 我是到最近才練習會的 我高中的時候我去學游泳 我媽請那個游泳教練 教我跟我弟 因為我跟我弟就焊鴨子啊 因為我當初吃了惡魔果實 教練啊 他把一個十塊錢 丟到那個泳池的最下面 他就放開 掉下去 那泳池知道是180還多少 我剛好180幾嘛 所以我定腳尖可以在上面呼吸 然後教練就丟一個十塊叫我撿起來 我不可能啊 我怎麼可能讓我的臉泡在水裡面 我就用腳把它夾起來 然後教練就丟一次叫我撿 我剛好我就死不下去 然後最後我就沒上了 那上一天而已就不去上了